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 我是千瑞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Saramonte Subaru车行 给大家推荐一款SUPRO的性能车 就是这款车 SUPRO WRX 这款SUPRO WRX车是从SUPRO IMPRESA衍生而来 到2022年为止 这已经是它的第五代了 在世界拉力锦标赛中 IMPRESA WRX可是有着很高的知名度的 在1995年至1997年连续三年夺冠 SUPRO Motorsports USA团队 还获得了16届全美国拉力赛的14次冠军 包括2021年美国拉力协会的总冠军 以及2021年首届 Nitro Rally Cross拉力锦标赛冠军 所以SUPRO IMPRESA WRX 一直都是车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甚至被有些车迷称为信仰 所以SUPRO IMPRESA WRX这款车 一直是车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甚至在有些车迷的心目中 它就是信仰 SUPRO WRX这款车是因为在2010年代后期 SUPRO重工业调整了行销策略 将高性能版本的车款独立成了WRX 而IMPRESA车系就转型成了家庭用车 WRX是从几代全美的国家拉力锦标赛的赛车中吸取了设计灵感 所以在全新的2022的WRX将具有更大的驱动力 升级的可调式悬挂系统使控制更加精确 以及标准的对称式四轮驱动 这是本田Civic SI 现代Veloster N还有大众的GTI都无法提供的功能 2022年的SUBRO WRX 还五次获得了凯利蓝皮书 最佳效能品牌奖 这辆车是采用2.4升涡轮增压发动机 而且它是双涡轮增压器 还有电子背气门 可实现近乎零延迟的增压反应 并可产生258磅每英尺的峰值扭矩 功率范围宽而平坦 2022的WRX可输出271匹马力 所以这个比本田的Civic SI和大众的GTI的功率还要大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变速器 带波片换挡器的全新SUBRO高性能变速器 结合了自动变速器与控制波片换挡和8速手动模式 带有自动降挡波片控制的SUBRO高性能变速器 将在2022年全新推出 降挡速度提高50% 升挡速度提高30% SUBRO高性能变速器采用升级的换挡逻辑 对驾驶员的操作有更快更智能的反应 不仅如此 重新设计的可调式悬吊系统也是一大亮点 2022年的WRX通过重新设计的悬吊系统进一步提升了操控性 2022年车型的新特点是后横向稳定杆直接安装在了底盘上面了 以提供更多的防清控制和改进驾驶体验 由于升级了减震器并配备了更硬的底盘和高性能的下机轮胎 在转弯转向平衡和稳定性都得到了加强 新推出的JT通过电子可调减震器 将操控性的标准提到更高了 允许驾驶员通过触摸的按钮来控制变化 经过比赛验证的苏布鲁工程设计 意味着您将拥有高性能的刺激体验 在过去10年的苏布鲁销售的车辆当中 仍有96%的车还在路上奔跑 这可是本田的Civic SI和大众的GTI所无法达到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对苏布鲁的其他车型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到Sara Monti苏布鲁车行 这里的华人销售将结成为您服务 这里也有收购和售卖二手车的服务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过来咨询 如果想了解苏布鲁的更多的促销信息 也欢迎参看大纪元的汽车板块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